在超市前 東挑西選要烤蔬菜還是肉類 每回中秋烤肉 網友們總愛討論 您是勤勞的自購族 還是悠閒的團購族 團購可能要事先預定 而且就是你要先找好 也不知道品質怎麼樣 就稱之不齊吧 其實就是團購的話 有些人比較可能沒時間 不方便出去外面買的話 就可能找團購會比較方便 不管怎麼買 好吃便宜最重要 但其實自購團購各有優劣勢 團購除了方便 還能以較低的組合價輕鬆入手 以食物來說 團購比現場才買大約便宜至少三成 不用出門只要在家等包裹 但有時就像開驚喜包 品質不像自己去挑 可以這麼穩定 而且過程的保存也無法確保一致 如果說是一般的製造商來講的話 他其實出個零售業 都會有一定的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零售的價格 那這時候進到團購公司 或團團購族的手上 其實這個零售價格就變成他的利潤空間 只是說他可能自己要去做 做所謂的一個推廣 或者是所謂的一個倉儲的部分 不只如此 團購的品項也是重點 為了壓低成本 又能吸引消費者 通常團購組合會以高單價食品 搭配成本造低的加工食品 那其實我們看到大概就是所謂的7比3 就所謂的一個高價時才能 差不多在三成左右 那消費者覺得說 一種物少所值的感覺 可是他的份量並不會這麼多 因為他的利潤 還是對團購族來講是比較好的 想抽便宜跟便利 還是品質跟品項 每個人各有所好 不管哪種方法 中秋節開心團圓最重要 華視新聞 方向視頻宽 特別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